意大利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经发展到跟韩国肩并肩了 截至当地时间3月8日临时 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6012例 死亡233例 单日新增病例1247人 意大利总理孔特今天签署法令 宣布将封锁区域扩大到全国14省份 直至4月3日 约有1600万人行动受到限制 占总人口四分之一 伦巴地大区首府米兰被列为红区 还有威尼斯 摩德纳 帕尔玛 皮亚勤查等 封城地区人员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进出 警方将负责管控 学校 博物馆 游泳池 剧院全部关闭 婚礼 葬礼等活动暂停 一些酒吧 餐厅 咖啡馆还可以营业 但顾客之间至少保持一米距离 意大利政府称法令将在数小时内生效 得到消息的民众马上大量游向米兰等车站 希望在交通封锁之前离开北方 有的人还自驾离开 赋予人士将前往德国 瑞士或者北欧 没钱的将到南方避难 这一集剧情我们曾经看过 但在欧洲疫情蔓延之时 如果民众没有防疫意识 到哪里都摆脱不了如影相随的病毒追击 孔特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强调 民众要负起责任 不可逃离 或许过两天 马克龙 莫克尔也要喊一下 意大利封城措施至少来晚了一个多星期 在2月底 意大利就对伦巴迪大区采取过限制措施 当时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是1128例 为什么现在突破6000大关了 是因为政府措施与民众行为脱节 限制令形同虚设 3月1日 威尼托大区民众对封锁措施是这种态度 他们在要求归还自由 大区主席卢卡扎亚还在节目上攻击中国 后来他向中国领事馆道歉表示后悔 民众和官员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觉得罗马政府欠他们自由 那今天突破6000大关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根据欧联同学社消息 孔特将签署紧急法令 从全国各地医疗机构 征调20万医护人员投入抗疫第一线 这一听就不靠谱 20万打多了个零吧 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着意识那是上路了 不过总是强调个人利益的西方国家 能不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另一回事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 意大利政府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里顺 根据大利卫生部预测 单单伦巴地大区的确诊人数到3月26日将达到1.8万人 那么大区卫生系统将面临崩溃 现在米兰的公立医院连过道上都摆上了重症床位 要调集全国医护力量去支援重点疫区 那么首先要保证封城措施有效有力 就像中国一样控制住湖北以外省份疫情 才能谈决战武汉 说是这么说 但待在家里就是为社会做贡献 这样简单的道理 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让意大利人明白 出门戴口罩这种起码的行为规范 劝意大利人比劝家里老人还难 其实整个欧洲民众基本上都是这样 甚至还不准别人戴口罩 今天意大利北部有人想自行从隔离社区离开 警察拔枪后他们才被劝回去 如果中国是警察配枪执行现行令 美国媒体上个月早就口水满天飞了 那些词汇想想都知道 意大利现在有一种可怕的想法 一中正监护士发布了一份文件 谈到临床伦理学 内容是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情况下 将对就职的重症患者采取年龄限制 也就是放弃某个年龄段以上的老年人 资源越是匮乏年龄段越低 很可悲一向高举人权牌子的西方 居然正儿八经谈论这种事 这不仅是意大利在谈论 美国人说得更彻底 3月5日CNBN电视台编辑金融专家桑特利在节目中说 与其那样洪荒 不如让每个人都感染病毒 没准也许会更好 然后一个月后这事就结束了 尽管可能会有数百万人应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但美国金融市场得救了 靠自身免疫力优胜劣汰 死得活该活着继续 那还谈什么西方文明 原始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疫情面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变得很古怪 捍卫人权与自生自灭论 可以同时出现在公共舆论场 到底哪个是他们的真面目 不言而喻 全球舆论被美国控制 也是欧洲疫情走向失控的主要原因 美国媒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诋毁中国舆论 中国人生活习惯 社会状态 政治体制 日复一日被扭曲 西方媒体又想象出集中营 小说里的焚饰炉 什么恐怖来什么 交通管制 限制出行 生活物资配送 小区之情 居家隔离 都被说成是侵犯人权 西方媒体和政客那种嘴脸 可耻又可悲 无非就是想通过诋毁中国 来证明他们的制度是何等优越 生活在那里是何等幸福 与可怕的中国相比 西方民众生活中的艰难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只要西方舆论能够正面报道中国 西方民众能够正视中国 他们早就能了解新冠病毒的危害 以及防疫正确手段 但为了美国体制的权威 西方主流媒体不敢这么做 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也被冷处理 指责别人 扔过别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这对提高民众防疫意识有什么帮助 美国自己疫情严重时 却说80%能自愈 不可怕 被媒体垄断疫情信息的民众 无所适从 美国是尼普萨国家 根本救不了任何一个盟国 驻意大利美军 6日有一名海军士兵确认 而他的活动范围只是在南方的纳布勒斯 意大利的病毒源头在哪里 很多谜题都还没有答案 那些要中国道歉的人 到底是在急什么 从整个欧洲来说 由于欧盟各种条约规定 这次封城前 离开意大利北部的民众 将自由进入各个国家 而且他们不需要隔离 这是人的自由 还是病毒的自由 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为全世界赢得了防疫时间 但他们防疫意识仍然如此淡薄 像西班牙 还有大批去给圣像稳足的 虔诚天主教徒 3月5日还在进行 政府劝阻也没用 对欧洲各国政府而言 现在事实是 上个月曾被弄抄的中国种种措施 结果都是自己必须采用的 但学不了 学不像 意大利做事向来审出鬼没 大规模封城虽然来晚了一些 毕竟还算在努力学习中 问题在于民众配合度太低 政府间相互学习很有必要 但民众不理解中国 不了解中国 甚至带着不屑 那些带反华节奏的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们没有罪恶感吗 欧洲许多国家还在那里管我犹豫 大孙跟病毒躲猫猫 意大利急了 欧洲必须跟上去 迟到总比没到好 政策落实下去 才能早日把疫情控制住 这次全球疫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西方舆论长期封杀中国声音 扭曲中国形象 把对的当成错的 把白的说成黑的 恶国最终只能由老百姓来买单 跟别人在买单